在第2小節裡頭 我們要開始介紹在XYZ坐標系裡頭 Laprosity Equation的通解 那從這個通解裡頭 我們進一步的 在第3小節會把變解條件放進來 然後來了解一個問題裡頭的電場 還有這個電壓的分佈 好 我們現在先把Laprosity Equation在XYZ坐標系裡頭寫出來 那這個在3個小節裡頭 大家已經看到 那一看到這麼一個有3個變數的Differentiate Equation的話怎麼解呢 那我們不知道它的這個最後的形式 但是呢 我們先猜 它的解是這麼一個形式 也就是XVariable跟YVariable跟ZVariable都是分開的 然後呢 由個別的這個function來描述這個大X大Y大Z 個別它們都是這個XY的函數 Y的函數跟Z的函數 那我們不知道這個解到底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先猜 然後把它放進來做個整理 然後看看我們下一步怎麼去解它 所以把這個形式的這個解呢 放到裡頭來 那這個技巧呢 我們把它叫做 Separation of Variables 放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整理成這麼一個形式的Equation 那相當有趣 就是它有三個項在那個地方 每一項都只跟單一個坐標的Variable有關係 譬如說第一項只跟X有關係 第二項只跟Y有關係 第三項只跟Z有關係 但是呢 它們這三項加起來都要等於0 所以呢 這讓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假設 它個別的項都是對應到一個常數 因為這個個別的項呢 如果不是對應到個別的常數的話 要加起來的這個機會是沒有的 所以呢 我們就設定 譬如說第一項 它對應到的常數呢 就是-KX平方 第二項呢 對應到的常數是-KY的平方 第三項呢 是-KZ的平方 但是這個 KX KY KZ有個條件 就是全部加起來之後 要等於0 那這個問題呢 就簡化成 要找這麼一個形式的微分方程的通解 因為我一旦知道這個微分方程的通解的話 那其他的這個Y跟Z的這個解呢 也就是同一個形式 但是呢 重要的是這裡頭 這個KX平方加上KY平方加上KZ平方 必須等於0 好 那這個形式的這個 這個式子呢 我們叫做這個 Igenequations 也就是 在這麼一個問題裡頭 如果說一個變數 一個這個 譬如說大X的前面呢 有一個operator 這是微分兩次 微分兩次的結果呢 會等於它自己乘上一個常數的話 那這種問題都是 所謂的這個Igeneproblem 那這個KX平方呢 叫做Igenevalue 我們來看一下最簡單的一個解 譬如說這個KX 如果等於0的話 如果等於0的話 你得到一個簡單的這個解 就是大X跟這個小X呢 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在空間裡頭呢 沒有顯著的這個上上下下的變化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另外呢 假設 如果說這個KX的平方大於0的話呢 那這個的解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這個Sinecosine的解 OK 那Sinecosine呢 它在空間裡頭是有周期變化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如果說我的KX平方大於0的話 我的一個同解 就是Sinecosine的這種形式 那它有周期性的變化 那到底哪個解才是我要的解 那要看我的邊界條件 給我的設定是什麼 那當這個KX不是大於0 而是小於0的時候 小於0的時候 這時候呢 工程數學教我們 它的解呢 會是一個Exponential形式的這個解 那你如果把這個Exponential做一下組合的話呢 那就是HyperbolicSine跟HyperbolicCosine的解 那很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了解到 每個解 它的這個空間變化的形式是怎麼樣 那我們在這裡呢 把它畫出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HyperbolicSine呢 它有個特性 會經過0點 所以當你的邊界條件 告訴你說 在這個HyperbolicSine 或者有時候我們叫它Sinch X等於0的時候 必須等於0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挑這個解出來用 那另外呢 這個Exponential的-KX的這個解呢 有個特性 也就是X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這個解會掉到0 這代表說 如果是一個這個Electric Potential的問題 如果說在它解的範圍 包括一個無限大的一個位置的話呢 那很可能這就是其中一個解 因為在無限遠的地方 對於點電荷來講 它的Electric Potential呢 是要降到0的這個地方 那另外呢 這個Cash 這個HyperbolicCosine在這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這個偶函數的一個形式 對X來講 所以呢 我的邊界條件 如果給我一個偶函數的話呢 那我就必須把它挑出來 當作是一個解 那相對的 如果是邊界條件 給我一個G函數的一個設定的話呢 那我就得去挑這個Sinch 這個解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ExponentialKx Cash 跟Sinch的話呢 在X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這個值都變得無限大 所以呢 我如果再解一個問題 這個範圍呢 包括一個無限大的位置的話呢 那我不應該去挑這三個解出來 因為在這個無限遠的地方 這三個解都給你一個無限大 沒辦法收斂的一個這個解 那各位看到這裡的這個前面 通解的前面都有些係數 譬如說這裡有這個A1 B1 然後底下呢 有這個A2 B2 有這個C2 D2等等 這些係數的話 就是由這個邊界條件 去把它給算出來 好 所以呢 這是在XYZ坐標系裡頭的幾個通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三維的狀況之下 裡頭有KX平方 KY平方 KZ平方 那這個負達度比較高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二維的狀況 二維的狀況呢 譬如說在Z的方向上頭沒有變化的話 那我們的Laproxian operator寫出來之後 這個Laproxian equation 這個Laproxian equation的形式少了一項 就是X方向跟Y方向 好 我們再用這個separation variable下去 這個代入這個式子 然後整理之後呢 我們得到兩項 這兩項呢 是指跟X或是跟Y有關系 那它的eigen value呢 現在只有兩個 一個是KXKY 那這個要求是KX平方加上KY平方等於0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KX平方是正的話 那KY平方必須是負的 KY平方如果是正的話 KX平方必須是負的 所以呢 這個討論起來就相對簡單的 第一個這個trivial case的話 就是KXKY等於0的狀況 那你得到就是一個 這個大X跟大Y呢 跟小X小Y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那在空間裡頭的變化呢 是沒有這個上上下下的 但是呢 第二個case就開始有趣了 也就是說 譬如說 KX平方如果是正的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它的解呢 在這個X方向呢 會是一個周期性的函數 就是sin跟cos 那在另外方向上頭的話 就是這個catch的形式 或者是exponential的形式 在那個地方 OK 因為這個要求是KX平方跟KY平方呢 是不能同時是正的 或者是不能同時是負的 因為他們加起來要等於0 所以呢 你如果有個解在一個方向上頭呢 是一個這個 這個周期性的函數的話 那另外一個方向呢 就是一個單調的函數 或者是我們說這個monotonic的這個一個 function OK 那第三個例子剛好反過來 譬如說 KX平方 這個值是負的 那KY平方變成正的 那我們可以預期在Y的方向呢 它是一個周期函數 那在另外一方向 在X方向上頭的話呢 就會是一個這個sinch catch 或者是呢 這個 exponential的形式 所以呢 這整個解數學式寫出來有點麻煩 但是呢 這個概念上頭的話 應該很清楚 也就是 我在解一個electric potential的問題的話 如果說 邊界條件告訴我說 在一個方向上頭是一個周期性變化的一個值的話 那我在另外一方向的話 就是一個單調變大或變小的這個值 所以 這個給我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結論 來解這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得介紹一下 一個很重要的數學技巧 也就是 當我們把這個通解寫出來之後 那有些係數 必須能夠確定下來 那尤其是 在比較複雜一點點的邊界條件狀況之下 我們要確定整個的這個解的話呢 必須用到一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 orthogonality property的這個計算 也就是說 一般來說 只要是harmonic function 也就是sin cosin 或者是到時候呢 會有一些這個spatial function basal function 等等的話 它們都是同一類的這個式子 同一類這個equation 同一類的函數 叫做harmonic function 那它們有個特性 譬如說 你如果把這個sin的這個harmonic 存在一塊的話 如果說它的harmonic number m跟n不一樣的話 那你如果把積分 積這個到0到a的話 也就是這個mpi over a的這個 coefficient的話 你如果積的範圍是0到a的話呢 它會等於0 如果是這個harmonic number不一樣 但是呢 如果說這個harmonic number一樣 而且不等於0的話呢 這個積分不會等於0 它會得到2分之a的結果 OK 那這個結果呢 等一下我們會立刻拿來用 那對於cos來講的話 它有這個特性 也就是如果是cos的harmonic function 兩個乘在一塊 然後呢 它的harmonic number m跟n不一樣 然後呢 你的積分範圍同樣是0到a的話 那這積分結果也是等於0 但是呢 如果說harmonic number一樣 而且不是同時等於0的話呢 這個東西積出來是有值的 是2分之a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用這麼一個特性來計算 Infinite series的一個coefficient 好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這個函數f of x 它呢 表示成一個infinite series 而且呢 這個表示呢 是用一個harmonic function來表示 sine的harmonic function OK 那這個an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試試看 也就是把這個式子的兩邊同時乘上這一項 OK sine的mpie of a x的這一項 兩邊同時乘上去 兩邊同時乘上去呢 同時把它積分 在0到a的範圍裡頭做積分 好 那所以這個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裡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現在我乘上這個一個harmonic function sin mpi of a x 然後呢 我整個積分從0到a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前面的這個submission sin 只是把它放下來 但是不要忘記前面有一個這個這個coefficient在這個地方 an把它copy到這裡來 右手邊這裡呢 就是這個fx這個function乘上這個harmonic function 同樣也是積分0到a 所以這個等式還是成立的 那我們剛剛學到這個所謂的orthogonality property 所以呢 我們得到一個這個結論 就是當mm不一樣大的時候呢 m跟m不一樣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積不出東西出來 所以呢 你唯一積得出東西出來的時候呢 是當m等於n一樣的時候 所以呢 你這個summation sign呢 可以整個拿掉 因為m不等於n的話呢 基本上你積出來就是等於0 所以呢 這個infinite series的這個summation呢 你直接把它拿掉了 那這邊的這個計算 你只要知道fx是什麼東西 你永遠有辦法往下做計算 那這裡呢 計算結果是什麼 這裡計算結果呢 就是2分之a 所以左手邊這裡 變成2分之a乘上這個大的這個an 那所以呢 你這個an這個coefficient就可以算出來 那整理之後 就是這麼一個形式 ok 那這個an的話呢 是這個123 你可以把這個 因為n等於m 所以呢 這裡這個m呢 基本上跟m是一樣的 好 所以在這一節裡頭 我們介紹了這個 在xyz座標系裡頭 laplus equation的通解的形式 那這個通解裡頭的幾個重要的這個function呢 包括周期性的 譬如說sine跟cosine 那另外呢 非周期性的 也就是單調的函數 像sinch cosh 還有這個exponential 那在二維的問題裡頭 解這個laplus equation特別的容易 因為呢 你如果是在一個方向上頭 是一個周期性的解 另外一個方向呢 一定是單調函數的解 那這個是這個小節裡頭 要特別為大家介紹的 謝謝